昨天有一位以前日本的駐台代表 在他們的外交活動裡面 就特別提到說 蔡英文跟韓國瑜的差距 已經到了5% 這個比所有的民調差距還得小 事實上我們也有做類似的一個訪查 我們認為雙方的票數 已經拉近了差不多40萬張選票左右 所以韓國瑜還是有後來居上的一個機會 而且是機會越來越大 那其中有幾個職位的關鍵 第一個關鍵當然是楊慧如事件 第二個關鍵是中部地區裡面的空氣污染 這兩個事件對這整個韓國瑜的選情 幫助算是最大的一個事件 為什麼 告訴你觀眾 楊慧如為什麼會是一個轉折點 就是讓很多很多的中間選民認知到說 蔡英文政府竟然用納稅人的錢 去養一個殺手網軍 然後這個殺手網軍 竟然是干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這一點在中間選民幾乎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從楊慧如事件發生以後 雖然有些國民黨打這個牌有點失誤的狀況 可是他在網路上批判楊慧如事件的聲浪 而且不相信楊慧如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也不相信楊慧如跟蔡英文沒有關係 他的聲浪始終是居高不下 超過了什麼民進黨想要什麼下架無私懷等等 還有什麼把誰抹紅抹 已經那個聲浪差距實在太大了 大概三倍多 而且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對國民黨選情 是有正面的加溫的作用 再來這個空污的問題 最近因為民進黨政府大概擔心缺電問題嚴重 那竟然下了一道這個通知 讓這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可以擴大它的污染的一個空間 一個污染的限制放寬了 可以加大火力拼命燒 台中市長盧秀恩就站出來堅決的反對 然後這個市長不只台中縣市的問題 它影響到了南投影響到彰化影響到苗栗 所以等於一圈好幾個地方受到影響 所以那個地方可以明顯看出來 在那個地方韓國瑜本來是落後很多的 那個地方竟然快速的趕上來 所以這個兩個影響很大 一個是影響網路世界影響中間選民 一個是影響地區性的選民 因為這個誰要負責任 中部地區的選民當然覺得你蔡英文要負責任 怎麼會是被負責任 所以這是跟蔡英文直接有關係的 所以讓韓國瑜跟他的差距就快速縮小 所以韓國瑜是有機會贏的 像前一段時間 包括很多的我們的好朋友 神父熊很誇大 什麼差距250萬票 這不可能的事情 他後來說好像說300萬票了 後來 神父熊每次都估錯 他曾經估錯 其實少過地 所以他的貢心力也有限 他顧錯的事情太多了 對 所以高官國的民調也好 或者很多評估也好 其實都失準了 然後這個 這個叫招田幹夫是不是 對 早田幹夫 前日本駐台代表 早田幹夫 因為對台灣的選舉的評估 日本不可否認 是我們周邊地區裡面 向來評估最準的 我們不能否認 因為他們在台灣的脈絡也廣 台灣的接觸點 比其他地區來得多 這個台灣雖然跟中國大陸 這段時間交往非常頻繁 但中國當在台灣的 可以深入的這個民間的據點 還是沒有日本人來得多 很少 而且都被防範緊密的防範 可是日本 美國一樣 美國基本上是控制 軍隊比較嚴謹 軍中美國的控制力很強 那除此之外 這個美國人在台灣的社會 尤其草根社會裡面 可以接觸到的地方 也不如日本人多 因為日本透過長期的經商關係 他相當程度深入到了 本省的社會的基層 所以他們的觀察點 基本上是比其他 過去的很多地區或政府 他們在估算台灣的選情 他們抓的是比別人還得準 包括2018年他們也是抓得很準 所以非常厲害的是 因為昨天我看到這一個 這個報導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亮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灣生活的人都知道說 全世界所有的任何外國 我不講大陸 大陸另外講 就所有的外國裡面 最精準了解台灣 那個手伸到台灣裡面 絕對是日本 第一他統治過台灣 所有台灣的很多的資料 他有第一手的在那裡 第二個 台灣現在還有一部分的老一代的人 還是可以講幾句日文的 第三個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台灣跟日本的貿易往來的那個頻密 然後日本的各大商社 大家都知道日本商社 它對於一個地區一個社會的了解 是非常綿密透徹的 然後對於情報的蒐集 他做生意他收集情報 然後他的商社跟他的政治 跟他的國家政府 之間的情報交流 又是完全暢通無阻的 所以呢 這是一個 另外呢 就是日本 要在台灣日本任何一個公司 或任何一個基金會 任何一個研究的 要在台灣 要設立一個辦事處 是沒有任何阻礙的 好 那我現在講過來說 大陸 大陸為什麼要研究台灣非常困難 因為台灣的 這個 不管民進黨 台獨 或甚至國民黨 對於大陸 派駐在台灣的任何機構 公司 組織都非常害怕 然後很多都是被嚴厲監控的 大陸人開一個公司 在這裡設立一個辦事處或什麼 都會很緊張啦 你根本不太有機會 真正像日本人 跟台灣的社會緊密連結這樣 那他講了什麼呢 他說去年九合一選舉以後 交流協會回報一份分析報告給東京 這就是情報啦 那如果國台辦敢敢辦一個辦事處在台灣 然後回報一份分析資料完了 那就是共諜啦 可是日本可以公然做日諜都沒問題 一個分析報告給東京 分析中認為 2020年1月台灣的總統跟立委選舉 民進黨勝選的可能性非常低 國民黨的支持回復了新時代即將來臨 那今年一個變數 習近平對台談話 一國兩制這些事情 他說搞不懂習近平為何再提一國兩制的事 結果支持率掉到快兩成以下的蔡英文 支持率突然暴增一成 六月香港反送中示威 蔡英文的支持度繼續成長到四成以上 這兩個都是習近平送的禮物 這講得有點不公道 因為香港反送中不是習近平送的禮物 是美國跟蔡英文跟台獨去運作出來的 然後習近平講一國兩制跟台灣所造成的結果 他還有非常複雜的原因 好 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現在來到45%或將近五成 領先韓國於20%左右 選舉進入最後時期 最後投票結果差距可能在5%之內 然後他說蔡英文是有能力堅忍 而且非常乾淨的政治人物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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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撒冷怎麼回事 好好好 隨便你 你要怎麼講都可以 然後但可惜他缺乏猶如教主般的感召力 缺乏號召煽動民眾跟他在一起走的能力 而韓國瑜對於政策制定或蔡英文所擁有的行政能力幾乎是零 但韓國瑜給人的感覺是很隨和 身段低謙虛 雖然會遲到 但講話幽默 一下子能吸引很多人圍繞身邊 這種能力不能小覷 所以教授你怎麼看他們現在兩個 那個選舉評估 馬鞭九第一次遇到蔡英文選的時候 那次選舉選前兩天 我們有個節目 就是把我們這些名嘴連續兩天 然後不同人來對不對 就預測誰會贏 然後也贏幾票 開票那天把那12封信 我們先把誰贏嘛 贏幾票寫下來 蜜蜂 蜜蜂 開票那天打開來我第一名 最接近 最接近的 去年的那個縣市場選舉 對 我在那裡的節目 我估計的也是最接近啊 對不對 那因為選舉有一定的脈絡 所以剛剛其實自詢剛剛有 有問我說 韓國瑜有沒有機會 你轉勝 我說我有機會啊 因為韓國瑜從我評估 他可能最多輸快要兩百萬票 最多的時候最差距 後來慢慢慢慢這樣 我現在慢慢看真的 楊慧如事件 有很大的影響 他除了像 那像剛剛講的說 這個網民 覺得說他是假之外 另外一個是台灣人 對人民很重視 蘇啟成 對 一條命 一條命 而且他是一個很專業 很好的優秀的外交官 然後再來就是民進黨的態度 還一直在怎麼樣 轉一交點個凹 轉一交點 這樣子人家會覺得說 你完全在傷害的人 用你道個歉也許還好 不但沒有道歉 還把責任還推給他 還一直奧 這都會發酵 那再像楊慧如他自己本身 一個一般的人可以領到 到目前為止知道是 拿到快一億的預算